你看這個湯很清澈 哇就這樣就好了 超健康的 你看哦 這是高麗菜湯 這湯要曬很久 大太陽曬 才會有這個太陽的味道 很香很香的太陽味道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煮 乳湯高麗菜乳湯很好喝哦 這個醬比較有可能有煮 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切過 等一下用這些來 就卡了 是乳魚 你看一整片的乳魚 然後化開 我還是要洗一下 雖然它已經有幫我們處理乾淨了 那 全貝貓的習慣 還是會先檢查一下 它還有裡面 再洗著 哦你看這邊有片 超厲害的 就要幫它洗一下哦 這樣它不會吃到不喜歡的魚鱗 好 我喜歡把它畫兩半 然後等一下來切 就這樣切一下 好 妳好像都是這個料理 這是煮湯啦 那我切大 大片一點 然後它比較不會等一下散開 那我們自己在家吃 這樣子 但是一人一片不要有吃到你的口感 有檢查有沒有刺 有耶 所以還是 就是 雖然是說已經 算已經是魚排了啦 可是 檢查一下 還是會有一兩根刺 那小朋友吃 長輩吃 自己吃 都要小心 塞了嘛 那我們還是幫它下早好了 沖一下 才不會有一些灰塵吧 對 我先把它放下去吃 因為它是乾了 所以它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然後放下去以後 它等一下就會打開了 好 高麗菜乾 超香的 吃蘆芋湯還是什麼 通常長輩啊 術後他們都喜歡喝蘆芋湯 很營養的 這還有再調味嗎 因為高麗菜乾 它有用鹽巴下去醃漬嘛 你如果要吃鹹一點的話 你就自己再加一點鹽巴 不然我是覺得不用再加了啦 覺得你要吃這樣倒也很棒 這樣就好 對啊這樣就好啦 你不喜歡吃吃蘆芋湯 有很多吃蘆芋湯 因為好我知道 我會告訴你 我不會有蘆芋湯 你不適合 你會不會挨起蘆芋湯